起亂龍躁躁 雙尾超超鬧鬧 啊喔喔喔喔喔 拍一個紀錄片 跟當地的音樂人交流之後 他們問我說台灣的節奏是什麼 那時候覺得不能輸 一定要想這個梗 他們代表隊內還不能輸 然後自然 然後大家覺得很自然而來 有一個節奏跑出來就猛搭搭 喔 搭搭搭 搭搭 搭搭 對 要把毛病弄 喔 搭搭 搭搭 有沒有有沒有 潛水藍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來 來 像個少年窗路山 And 你問我是誰 就是有 我是你不存在無的美 沒有說餘對 我說的我喜歡你的淚 對啊 大家有知道這個 這部電影是什麼嗎 你們剛才很多人沒有聽過高山青嗎 我想說有這麼冷漠嗎 有 這麼冷漠嗎 有 還是我們 因為剛才就大家看到嘴型都一直想 阿里山的姑娘壯如山嗎 什麼 差點上錯啦 不是這樣子啦 因為這首歌其實就是 Tell me something around 這首就是其實來自於 一個巨星的誕生的電影 對 然後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電影的 什麼提起出現的時候 我想說 Oh my God 屬命幫國際的電影寫了歌嗎 因為屬命寫好這首歌應該 我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2017年 甚至2016年的時候他就寫好 有那麼早 對 16年就寫了 最下影片值得掌聲努力一下 英國英戰 對 然後屬命的歌曲就收錄在 那時候他還是有一把吉他 剛剛從國外回來 他其實剛從新克里東尼亞回來 他就正寫好這首歌 所以1617的時候 這個旋律就出現了 對 完全可以作證 所以我必須要講這件事情 劇場就是說 可能Lady Gaga有看過姊姊的紀錄片 可能Lady Gaga一直想要模仿猛吧 沒有 可能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看BONDADA 覺得他是一個原住民復古的一種節奏 但如果我們把它變成一件 就是很當代流行音樂的時候 屬命他其實真的是 先接傳統跟當代 他走在時代的剪斷